MOMO 甜蜜小屋 电话响了 好像是优格姐姐打来的 MOMO 小蜜 你们两个先看 我讲一下电话 好 喂 优格姐姐 好啊 我也要去 那我们约哪里啊 太好笑了啦 小蜜 你看他 他走路摇来摇去还跌倒 笑到我肚子都痛啊 猫猫 你好坏心喔 居然取笑别人 不过真的蛮好笑的 他好好笑喔 优格姐姐 我听不太清楚你的声音 不然我等一下再打电话给你 好不好 好 泡芙姐姐 你要跟优格姐姐去哪里玩啊 我们也想去 对啊 我也要 我也要 MOMO 小蜜 你们两个讨论电视 讨论得这么大声 我根本听不清楚优格姐姐在讲什么 这样我们也不能出去玩了啦 听不清楚 那你就叫优格姐姐讲话大声一点啊 对啊 对啊 电话这么小一个 要讲的话大声一点 才听得到啊 MOMO 小蜜 你们两个误会泡芙姐姐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在讲电话啊 所以你们应该要把音量放小一点点啊 如果优格姐姐大声一点 我耳朵也会痛 而且也会打扰到你们两个看电视啊 不管别人在做什么的时候 如果电话响起来 你们都应该要降低音量 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哦 泡芙姐姐 对不起 我下次会记得 在别人讲电话的时候 要小声一点点 不要害别人听不到 我也是 泡芙姐姐 以后别人在讲话的时候 如果旁边有人太大声 我也会提醒她小声一点 嗯 还有还有 下次爸爸开车带我们出去玩 她的电话响了 我就会把音乐关小声一点 嗯 MOMO跟小蜜都好棒哦 一教就学会了 是优格姐姐打来耶 我刚刚忘记回电话给她了啦 那我先跟她讲电话 你们两个看电视哦 嗯 小蜜 电话响了 我们赶快把电视转小声一点 嗯 好 我们不要吵到泡芙姐姐讲电话 对啊 我们要当有礼貌的小孩 噓